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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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最喜欢的夜空 闪着满天星 白月光照着你身影 风阵满成桃花 就像最远行 莫名香里 和你靠近 晴天遇见 打湿了音乐 怎么就突然红了脸 原来是你回头一瞬间 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随身都带着你送我的花 这一生只有你一人可以为我抒起 不相信散乱的头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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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来 大部分艺人 不过是被能力选中的器皿罢了 直到身体和精神 完全被消耗殆尽为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看来你师父什么都没告诉你 但身为艺人 这些年下场凄惨的同伴 他们的遭遇 你多少也知道一些吧 不想像他们一样害人害己 就进我结缘司麾下 乖乖服从安排 崔长使 吓唬小孩子可不算本事啊 我这是在帮他 何况他现在又跟莫独搅在一起 你又不是不知道 艺人不可以擅自混沛 那你也不能拿走他们的自由啊 总好过横尸街头吧 否则以林家之父 林爷为何如此 进入结缘司 是艺人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安身立命的途径 否则 都是此路一条 这个是加入结缘司的契约 签好之后 来结缘司给你 凭什么呀 不签也行 那林家我也不用去了 等等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你既然认定结缘司是洪水猛兽 多说也无益 总之 林烟的禁足令能否解除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还有你 自己都自顾不暇 少多管闲事 好啊 爹 我儿出息了 大晚上的还在练功 看来结缘司送来的媳妇还挺称职 还算称职吧 怎么样 你们小夫妻俩可还融强 还好吧 爹 爹看得出来你挺喜欢她的 不然也不会放着花结不去 大晚上的待在家里 你呀 给姓月抓紧给咱们李家生个大胖小子 继承她的能力 从此咱们李家就高枕无忧了 还是敬礼 青云书院演武大会就要开始了 你准备得如何 有没有信心拿下院守之位 有吧 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 什么叫有吧 那魏侯府这么多年来 一直跟咱们李家针锋相对 处处压我们一头 搞得咱们李家那就一个憋屈 绵儿 你可要替咱们李家 把这口气给我争回来 爹 那 那咱先不说魏侯府在京城的势力有多大 就是魏琪的身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要这么容易被打败 我也不必费尽心思跟他争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没捞着个好 你小子平时的鬼主意 不是倒挺多的吗 怎么这种事情就不开窍呢 可是爹 没有可失 这次的愿手之位咱们李家势在必得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总之 一定要把魏琴那小子给我挤下去 听明白了吗 还明白了 艺人 你怎么突然 对这个感兴趣 孩儿在书阁翻阅智怪奇谈时 无意间看到了我对艺人的描述 有些好奇罢了 与其说好奇 难道不是身边出现了类似的人 也罢 有些事情 你迟早会知道的 是 这世上确实有一群人 与我们不一样 他们有着我们没有的能力 但也为这种能力所困苦 除此以外 没别的差别 但 任由其自生自灭 又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所以爹建立了结缘司 还专门对他们进行了收编 对 如果没有人的保护 即便是有能力傍身 大部分一人的下场 也很凄惨 给他们入册 除了便于管理 也是给他们的后半生 一个保障 那既然 加入结缘司百利而无一害 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入册呢 怎么 你对哪个艺人有兴趣 想娶 当然不是 天爷你胡说什么呢 不是就好 虽然 他们都很无辜 但是我还是要劝你 离他们远一点 否则 最后痛苦的人 是你自己 不 爹的那一番话 似乎话中有话 他为什么如此机会一人 难道过去 爹曾经和一人之间 发生过什么不好的回应 金口 等等我 金口 等等我 中原 师傅 师傅 等等我 师傅 师傅 我知道你在这儿 快出来 哟 你来了 师傅 来个劫后重逢的拥抱吧 抱你个大头鬼 一生不肯就丢下我和月下龙 消失得无依无踪 这就算了 上次那个黑夜人是谁 和你是什么关系 还有傀儡数 为什么我一碰到他的手 就会死他了能力 冷静 冷静 你这好歹还体谅一下老人家嘛 你这一上来劈头盖那 这么多问题 我这一下也回答不上来啊 好 第一个问题 黑夜人是谁 他叫薛灯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还有呢 对了 他也是一人 那天你看到 操纵别人的傀儡数呢 就是他的能力 那为什么我会吸走他的能力啊 这点我也很好奇啊 或许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 你真的很有前置 我现在越发觉的 我没有看错人 我越发觉的 你在坑我 什么能力啊 前置的 你能不能说一点我能听懂的东西啊 我 其实你的能力 和他真的很像 师父 师父 你们还想握我多久啊 卫体 你怎么会在这儿 放手 有什么话非得三更半夜 跑到这红线庙来悄悄说不可啊 看来我在这儿不是很受欢迎啊 那既然如此 我就先行告退 不打扰二位了 师父 我还有话要问 不 你没有 今晚你就睡这儿 我 这儿就一张床 我睡这儿 你睡哪儿 地板 我睡觉 你睡觉 不能 你睡觉 我睡觉 你就睡知了 你睡觉 有什么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我睡觉 你还是到床上来睡吧 你睡你的 不用管我 这么大一张床我一个人睡多浪费啊 让你睡就睡 哪那么多废话 真是不让人设心 你干吗 睡觉 我不 我 赶紧给我乖乖睡觉明天早上还有晨练 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什么意思 你怎么突然这么对我 让我分不清你跟我哥 我 谁像你哥 说清楚 老实说 你比我哥还温柔 不喜欢吗 也不是啊 就是有点不习惯 从小到大 除了我哥和我爹 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我 这不还有我吗 睡吧 这么清晰 我们这是算什么 我还能脱身吗 从昨晚到现在 为什么会一直心结 好 难道我对胃气 可是我不能心动的 好 一大早你就跑到我这来坐着 问你有什么事情你也不搭话 只是坐在这儿长续短叹 怎么 难道说心结病又犯了 没有啊 我好得很 阿元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千万别瞒着哥 嗯 哥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 问吧 就是 如果 我不是对某样我喜欢的东西 而是对一个人 产生了那种 类似星际的感觉 那代表什么 简单啊 要不然就是 就是 你喜欢上了这个人 要不然就是 你单纯地把他当作一个 禽兽 他怎么可能是个禽兽啊 他 他是谁啊 那个 他 你这次出去浪了这么久 怎么都没有带点什么礼物啊 特产啊什么的回来 礼物特产倒是没有 人呢 有一个 人 嗯 谁啊 这人你也认得 你还记得我走之前 跟你说过我要去找崔神医吗 原来是崔神医啊 崔神医 周姑娘 多年不见 都变成大姑娘了 崔神医 听说我的心肌病有救了 二元 你先别着急 崔神医 这心肌病呢 的确有药可医 可是这药方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到的 我们先坐下来 请神医 慢慢说给你听 好啊 崔神医 什么药方啊 您快点告诉我 周姑娘可听说过出云心法 出云心法 嗯 没听过 相传多年以前 南昭有一位精通 真实阴阳之学的世外高人 医术出神入化 甚至能令人起死回生 这位高人先世之后 有人将他毕生所学 编撰整理成册 是位出云心法 并将其 浸献给了青云书院 从此啊 这本出云心法 就收藏在藏书阁中 由每一位院手 代为看官 也就是说 想要治疗你这心肌病 必须拿到这本心法 为啟就是院手啊 那我直接两行药 把这书借来一看不就好了 你说你 白在院里待那么长时间 这出云心法 他乃是青云书院的 镇院之宝 任何人 包括院手在内 都是不能随意翻阅 和修习这本经书的 若是小侯爷 把这本经书介于你看 那便是他的失职 他是要担责的 凭什么呀 这出云心法 既然如此神通广大 那又为什么不让人看呢 那是因为修炼出云心法 需要过一道坎儿 是 是 有情况 走 去看看 走 很以为这藏书阁的戒备有多森严 也就不过如此 在哪儿 在哪儿 走 随便 终于找到了 黄初秀对不住了 我只是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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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 正在走火柱 练兮命的狐而死 糟糕 能多少 正名为如此 青年书月才将这本 出云心法述至高阁 不允许任何人败乃 难道 我也过不了这痕了 我还是 青天狐狸 你终于对我胆到 阿元 阿元 初云心法 你竟然练了初云心法 我去 你怎么了 这么大动静以后又有人来了 你是清醒的吗 又干什么 雪楼 你又你 躺开诉说做心扉 不愿意 相声 为了 可恶意 不愿意 是青天狐狸 快追 走 星月都不及你的眉 不愿你的世界 沉雨纷飞 不愿你目光处 生活路坠 用尽这一生的运气 也不会后悔 父亲大人见自如 回京城数日有余 一切暗号 为阿云兴棋 那个方校 真的是藏书和私信 这个贼挺神通的 来去自如 听说杜绝的脸都被气绿了 下令严查呢 还查什么呀 十有八九就是晴天狐干的 这次没抓到下次就更难了 这 阿云 阿云 阿云他怎么了 只是暂时昏迷 这 这怎么会 初云心法本就凶险 没有根基的人强行记忆 很容易走回入魔 你这是何意 偷窃心法是我一人绸缪 请小回爷看在佟庄的份上 放过阿云吧 我若有心抓他 你现在还能看见他吗 起来 阿云 现在整个清云书院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叫洗凉 如今之际 只能先把它藏在这里了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交给我就行 这么说 愿手的嫌疑最大 正是 是 心法向来由愿手博管 虽未被盗走 但是有人翻越过 就是大义失职 不管怎么说 为其这次逃不了干系 好 总算是让我找到了破绽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披露 我看卫宁还怎么保的 下次要 不对 这次愿手之位 非我李家莫属 那是 我刚刚用内力打通了他的经脉 他的内袭安定了许多 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了 周母先替阿云谢过小侯爷 不必多礼 这是我的分内之事 不顾小侯爷 容在下 斗胆问一句 书院那边 您打算如何善后 藏书阁被盗 可大可小 万一被有些人接替发挥的话 这个我自有安排 你不用担心 相比这个 我更好奇的是 他为什么会去偷出云心法 是 小侯爷 李生带了一大群人 去了云上阁 说是要向你讨个说法 果然 李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周教席 这便先交给你了 照顾好的 好 葬树阁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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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关重大 贼人一日不除 书院难有一日安宁 我身为院守 难辞其咎 我为其 从今日起 放弃书院的一切权利 包括院守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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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为了 你 我为了 你 你 你 我为了 你 我为了 你 你 不过 前提也是要他喜欢你 否则那就是自诩欺辱 不愧是欢海书生大人哪 不仅化解了尴尬 这男女主的关系也是一日千里 我们家小姐也不敢这么乱来呀 不 是出奇至圣 出奇至圣啊 不过 你家小姐如今被关在家 应该有空出来的时间可以写画本吧 怎么了 小姐呀 她封闭了 小姐说 从今往后 画本里的故事 只会离她越来越远 既然这一生注定在笼子里 那就该放弃幻想 找点习惯 我看您在这儿看半天了 您是买还是不买呀 龙子怎么卖 找茬儿的吧你 我这卖的是鸟 银子我给你 把鸟放了 这不是我不放 这鸟啊娇生惯养 离了笼子活不长的 这 这不是造孽吗 所以呢 所以她就应该在笼子里待一辈子 羽毛是你们家 笼子也是你们造的 如今说她不够自力 这样有何道理啊 你冲我发货也没用啊 谁生下来不是活在笼子里 又有谁是绝对自由 你看她关在笼子里可怜 没准啊 她还想被关在笼子里养着呢 你跟她又不在同一个世界 有什么资格同情她 她想出来 她自己想办法 你站在外面义愤填膺 有个屁用啊 你不后悔吗 你不后悔吗 别得了便宜寒麦乖 记住你说的话 我要是不放林烟呢 你 享有能力伤人 就是这个结果 早点习惯吧 你 对了 恭喜加入结缘司 写菜一草 你等着 这笼子关不了多久了 哥 哥 阿云 你醒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不是应该在藏书夺墨心法吗 又怎么会 你被心法 断了神志 崔神仪的封印也被冲破了 差点走火入魔 幸好魏琪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魏琪 慢点 是魏琪救了我 那他人呢 怎么没跟我们在一块啊 他 他 他不在这儿 又或者说 他以后都不会在这儿 说清楚 他到底什么情况 我还想问呢 这人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疯了 我魏琪 从今日起 放弃书院的一切权利 包括院守之位 他为什么这样 这秦天狐一天没抓到 这魏琪 就一天脱不了嫌疑 所以只能自断后路咯 你说 他做得这么绝 到底是为了袒护谁呀 这到底是值得 还是不值得呢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 谁知道呀 他如今在书院什么都不是 连最下的那院生都不如啊 真是可怜 估计也只能去住最差的阁楼了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就是不爽 就算他再疯 也轮不到你在这儿幸灾乐活 下次再让我听到这种刺耳的话 我要你好看 真是两个疯子 啊 天原格 你这房间是全了 我说 这好好的云上阁不住 好来这潘思通 你是要找蜘蛛精啊 我住哪儿关你什么事啊 你 你以为我想管啊 我问你 阿元呢 阿元去哪儿了 你突然辞掉院守 是不是跟他有关 你傻呀 想摆平李胜就一句严灵的事情 你干嘛不叫上我 就算你用严灵制住他 那其他人呢 了结事情最快的方法 就是出一个替罪羊 李家父子您摆着冲着我来 我不吃点亏 他们又怎会善罢甘休呢 可你这亏吃得也太大了吧 从云上阁到这儿 这岂子是云泥之差啊 你牺牲了这么多 你不后悔 来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吧 为了林烟 你这个山黛王 不也心甘情愿地 跑到吉原寺去做牛做马吗 还有 纠正一下 所谓牺牲 是两者皆重 故此而失彼 而我所弃者 不及周圆万一 又何后悔啊 而这 不叫牺牲 叫情趣 你是学院第一不好 还是云上阁住这不爽 你干嘛一脸不在乎 我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掌院 说你是因为犯病了 才说的那些胡话 全都不作数 该手惩罚的是我这个小喽喽 和你这个优等生有什么关系 我 周圆 干嘛 体下鼻腿 这种程度的延练 还是可以用的 延练不得要用轻点啊 这这这这 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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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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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啊 你们来 对了 阿元 你可以说话 你 你 阿元你流鼻血了 早知道不该帮那两个 忘了能扶你的脚 搞得我到头来两天不是 还有翠莹那家伙也是 这一个两个的 只是让我活到 算了 那我就来好好的抱你抱施一份 吹一出我心头这股恶心 呦 这不是宁公子吗 欢迎欢迎欢迎 您的座儿在二楼雅座 想的这就带您上去 二 二楼雅座 您这边请 您公子 您的菜都上齐了 请慢用 等等 首先我没有点这些菜 再说了这满桌的山珍海味 我一个人也吃不起啊 还有这雅座是怎么回事啊 我只不过是想普普通通的吃一顿 你搞这么大阵仗干吗 您公子说笑了 您可是我们天香楼的贵宾呀 您的账早就结清了 还有富裕呢 小的怎敢问您要钱呀 你说什么 已经有人替我把账结了 没错 林小姐 这些都只是了表心意而已 若你觉得还不够 这天香楼外的一整条街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可以买下来送给你 是 是 你有钱你了不起 可 可是我真的没有做什么 值得让你大张旗鼓感谢我的事 有钱也不是这样玩花的吧 是吗 那你这个热爱自由的山黛王 是如何心血来潮 接受结缘寺的招安哪 那是我和翠莹的事 你别管 宁兰 你敢不敢看着我说话 我 我 这 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 你不必想着敢笑 既然如此 要不要补偿你也是我的事 给你你就受着 好 打开吃 我 还喝到什么 我真的都想要 那我去 考虑我去 李琪 你这个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与你无关 下次再说与你无关这种话 咬的就不是你的手了 你又来 上次还没有够啊 上次 崔神怡的风影也被冲破了 差点走红了我 你脸红什么 莫莫非是想起什么了 我没有 我不是 管你想不想起 总之 晴天湖的事下不为例 好 我周元发誓 从今日起 这世上再无晴天湖 是 还有呢 为何要去偷出云心法 那天晚上 对 对我做的事 一一都给我解释 那个 等我想起来再说吧 我好像有事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算是 我还没说完呢 不愿你的世界 沉与纷飞 不愿你目光 出春花路坠 用尽这一生的运气 也不会后悔 只愿地已飞 也同归 小桥流水极向南 你幻花落成泪 暖阳入醉微醺焰 先鸳鸯成双腿 一魂终身 发丝绕枝困 新月头不尽你的美 不愿你的世界 沉与纷飞 不愿你目光 你目光 就春花路坠 用尽这一生的运气 也不会后悔 只愿地已飞 愿痛归 只愿地已飞 愿痛归